都是個烘咖燈 對 以前哪有電喔 對 可是你知道嗎 這很違憲 因為它是碳美 但是它不會中毒 你看 上面 有風風 對喔 煙 它燻了沒有蟲 也會不會中毒 對 你也不用擔心二氧化碳中毒 中毒人的建築物 它有四個要素 是 一個石頭 木頭 木頭 一個竹子 竹子毛草 這十樣 第三歲就拿到一個家了 而且這個山上都有 沒有冰子可以做成這樣 所以這個是中毒人的 真的很棒的智慧喔 這不是要炸燒心蟲用的嗎 這個是要烘焙咖啡用的 這不是烙心蛙倒 對 來 我們在豆子 放在這裡面 放進去 你的這個脫殼脫得很乾淨 它這一隻其實 我覺得中秋烤肉也很適合 我在二樓就可以再 生出來再一樓烤肉了 烤蝦 對 這樣子把它蓋起來 好 我來幫你蓋好 觀光客來的話 也是可以體驗的喔 是 所有的客人到了阿里 才到了莊園 來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設施 讓你所有來的客人 可以體驗一下喔 然後把它關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 然後它有一個保險 這條要伸過來 我來去把它綁住 這個誰發明的 這真的很厲害耶 很酷耶 莊園總監來 我先來 你們在想什麼嗎 對 我在想 要怎麼把咖啡弄好 你看喔 這個就是有心 來 教練要示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旋轉一下喔 要旋 對 烘焙的時候是真的有旋轉 就可以旋轉 然後我們就可以伸到火裡面 在火上面 這很像在弄爆米花 對 要弄了 其實原理跟爆米花類似 有點像 因為這時候你們剛剛看 那個豆子很小小的 對不對 等一下 烘好了又 它就會膨脹喔 這真的需要一點 這好多體力耶 大概要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因為其實這個杆子 有一點重量 對 然後再加上伸長 所以那個力舉的關係 你需要手要很用力 那妳發覺那個絲頭 是要做什麼的 是困著用的嗎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輕鬆很多 是 要講嘛 對不對 對 難怪這叫養生咖啡 你看從頭製作過程 又運動又健身 而且又有燒炭的味道 有 它有療癒 它有一個香味 心理健康 生理健康全都顧到 都有了 最後喝下這個五星級咖啡 變得比較燻力一點 沒有 還好 很燻 對 很感動 真的 因為會變爆米花 對 因為被燻到流眼淚 燻到 對 你們兩個很合眼淚 很累 董事長 我跟你講我講個笑話妳聽聽看 咖啡很強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老是去建商房 所以他就叫做拿鐵 因為他拿那個鐵 是 是 哇 這個事情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好 但是我 等一下要讓他拿一下 拿鐵 拿鐵 對 我剛剛沉沉兩小時 就想這個 真的 展開迷人的台灣美食地圖 一起吃飯吧 即將打開你的味蕾 你現在要走的是 按上訂閱加上小鈴鐺 快點快點 快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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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氣 你都按氣就對了 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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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